有人说这部剧是史金班长 退伍后的恋爱生活 此时的他喝得鸣饼大醉 因为女友的富豪妈妈 请人调查了自己的身份 得知他只是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小伙 就来到单位找到田冲 准备两人喝杯咖啡 边喝边聊 可看到小伙直接嚼糖块 又像喝粥一样吸咖啡沫 他赶紧从包里递出一张纸巾 小伙的表现他并不满意 于是开门见山长话短说 就是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因为两人的经济基础相差甚远 自己给女儿的物质非常充足 而你不一样 大城市打拼不光要养活自己 老家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 你怎么知道 终会跟您说的 小伙非常失落 他晚上对着朋友诉苦 自己毕业于985 上学期间拿奖拿到手软 就算田冲在努力 也不会买得起大城市的房子 这也让田冲备受打击 他喝得烂醉 一路被朋友搀扶回家 这也急坏了女友中会 听到他喝多的消息 第一时间出现在男友身边 这一问旁边的大宽 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火速回到家里找到母亲对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母亲还是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终会也顶撞母亲 我还就是农民了 我就找穷小子过穷日子去了 你走啊你 我看你三天以后回不回来 原来在自己母亲眼里 居然这么没出息 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 母亲紧随其后 他断定两人的爱情经不起考验 那天把我从车轮下拖出来的人是田冲 就像当年我爸救你一样 终会 不一样的是 田冲没有坐轮椅 终会说完就摔门而去 而母亲也因为这些话气地晕了过去 等再醒过来时 母亲已经躺在医院 她只看到保姆在身边陪伴 一问女儿还没回来 就要起身去寻找 这时老同学出现并拦住了她的去路 可无论她说什么 老同学就是不让她离开这里 她很聪明 一下就猜到自己的问题不小 是爱 入县还晚期 得到消息的魏红直接摊坐在病床 等终会回到田冲身边 看她已经行酒醒了八分 终会黏着男友带着她出去散行 可屋里唯一的单身狗不乐意了 拿出自己新买的九手车钥匙 就要把甜蜜的两人撵出去 走 我开车带你去行酒 两人行驶在城市的大街 也不管目的地是哪 可车走到一半就坏了 终会又试着重新发动车辆 结果失败了 此时已经身处荒郊野外 手机也没了信号 于是终会大胆提议 两人在车里干脆待到天亮 再看一场美美的日出 这对小情侣畅聊整晚 从回忆高中聊到大学异地 满满的都是美好回忆 直到天亮 母亲整晚都没合眼 女儿还真的彻夜未归 如今自己的身体状况 很快让她想到以后的日子 为了尽早让女儿 接手自己的公司 她首先让老同学 对自己的病情保密 然后就匆匆回到家里 而丈夫老钟刚要去医院 就看到老婆回到了家 魏红只是说 自己有点滴血糖 叫老钟不要担心 可一听女儿还是没有回家 女儿和一个农村小子 彻夜不归 怕女儿被占了便宜 于是她决定 直接去找田充兴试问罪 这一巴掌打出母亲的担心 也让她骂女儿简直不懂规矩 败坏了门风 田充想向未来的丈母娘解释 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母亲 根本不听她的解释 她不顾女儿的阻拦 趾高气昂地质问年轻人 尽管田充解释车坏了 手机还没信号 可母亲却认为 这是最差的人才会找的理由 还嘲笑她只会找这样的理由 随后就强势地要求女儿和她分手 你趁早死了这份信 你管不着 看到女儿又跑了出去 这位趾高气昂的母后大人 向田充发号施令 让她完完整整地 把女儿追回来并送到家 田充不敢盖慢 撒鸭子就开始追 终于在一座小桥上 看到女友身影 她上前摸摸中慧的头 希望她能消消气 可倔强的中慧就是不肯离开 原来中慧想着 干脆拿着手里这点钱 去找个宾馆 反正母亲已经说 自己把门风带坏 干脆破罐子破摔 直接就把生米煮成熟饭 一听到女友要冲动 田充发挥好人 做到家的优良风格 抢过给女友的票子 一把就全都扔到了盒里 她叫喊着和女友讲道理 如果这件事发生 和未来丈母娘的关系 就会达到冰点 既然两人都决定一起努力 把事业搞上去 丈母娘就能看得起自己 可现在女友的行为 就是把田充往火坑里推 中慧委屈巴巴听她说完 拿起背包就往回走 一听说要面对丈母娘 田充一下就怂成了软脚虾 幸亏中慧练过举重 要不还真拉不动她 两人来到一处豪宅 她想过女友家会很有钱 但没想到傅成眼前这样 可看到女友转身准备不理自己 她像大姑娘一样 扭扭捏捏地跟了上去 这一幕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这让田充感觉 自己上学多年的词汇量 都无法形容女友的家里有多大 可这些情况女友从来没和她提起 母亲出来冷冷地看着两人 她还在生女儿的气 招呼都懒得打就返回屋内 中慧带着捏手捏脚的田充 走到父母面前 父亲也很生气女儿彻夜未归 尽管田充很客气地聚了一躬 可父亲还是冷冷地发问 田充 你昨晚带我女儿到哪儿去了 马牛山 父亲很不理解田充的行为 他和停住女儿的帮忙解释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你需酒 不是 昨天心情不大好 就喝了 田充将昨天喝多两人散心 直到车坏了手机没信号 一晚上二人虽然待在一起 可什么出格的事都没做 尽管这些事情都如实交代 可这没有换来女友父亲的信任 得知田充的老家是河北农村的 父亲更是一句傲慢发问 你觉得 你和我们小伙在一起合适吗 中慧看出男友的尴尬 这未免太没有礼貌了 你昨天把你妈骑成什么样子了 晚上送到医院 今天早上再回来 田充听到丈母娘住院 小声道歉 可父亲却说这是家里的私事 你这个外人该回避了 听人家已经下了逐客令 田充低着头 沮丧地向门口走去 你站住 叔叔最先 阿姨最先 原来未来丈人嫌自己出身穷 给不了他女儿物质生活 好兄弟大宽也帮忙分析 两人的贫富差距太大 这就好比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两人合伙开始创业 经济条件上去了 人家自然也会高看你一等 看田充还在犹豫 胖子灌输有钱才是王道的思想 你怕什么 我怕我出来之后连个住的地方 你住我的家呀 于是第二天 田充就跑到院长办公室 直接提出了辞职 田充就这样上了大宽的贼船 并搬进同学的家里开始创业 正当两人商量公司的下一步计划 女友中慧打来电话 现在女友也知道自己辞职 本来母亲就不同意两人谈恋爱 如今工作一丢 这更让老两口落下把柄 听着田充一直抱怨因为自己没实力 导致女友母亲一直看不上自己 中慧一听不乐意了 这一见面我就替爸妈给你道歉 你这没完没了的态度让我心情很不爽 田充一听更来劲了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站在那么大的客厅无缘无故爱训 最后还被当面缅走 可大宽两人白手起家 中慧觉得不太靠谱 田充却认为自己失去工作 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吧 你再说一次 我觉得我自己高攀不上 田充的一句话彻底惹怒了中慧 他此刻有种看错人的感觉 虽然田充很想追上去 可他并没觉得自己有错 中慧心情低落地回到家里 这些都被母亲看到 于是第二天就和老中说 看到两人吵架他很开心 在他眼里两人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田充想给中慧打电话承认错误 可生气中的女人可不好哄 他直接挂掉电话 而田充此时也接到老母亲受伤的消息 准备回家照顾母亲 老中心疼地看着女儿 中慧和父亲聊起田充的身世 虽然家里困难 可他有一颗上进的心 而且上次中慧受伤 正是因为田充的舍命相救 爸 我是在乎田充 但是我更在乎你男人啊 小棉袄的这一阵甜言蜜语 让老父亲顿时向女儿倾斜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听到大门一响 就开始演戏的状态 老中说女儿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而楼上的中慧 听到母亲上楼的脚步 他赶紧把零食一股脑藏在抽屉 此时此刻 他就是全世界最委屈的人 父女两人就这样一唱一和 听到母亲回来就继续演戏 母亲不在家就出来吃东西 最后母亲终于选择了妥协 中慧也时不时地偷偷跑出去找田充 可大宽却告诉他田充不辞而别 回老家了 而大宽也对田充是另一幅说辞 说也没接到中慧来找他的消息 这也让两人的误会越来越深 田充因为着急不辞而别 回到老家照顾受伤的母亲 而女友以为他放弃两人的爱情 直接选择逃避 期间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 可他的手机就是没信号 损友大宽也在一边帮腔 不仅假装不知道田充老家的电话号 还说两人的家庭情况天差必别 此刻居然劝两人分手了事 而晚上田充给大宽打电话 得到中慧一直没来找他的消息 他想主动给女友打去电话 可大宽在另一边煽风点火 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大宽不知道两人的感情有多深 于是第二天早晨 中慧为了两人的感情 他给自己加持了睡眠辅助 就这样被送去了医院 而中慧的父母也感受到 女儿是准备非他不嫁 于是两人一商量 干脆让田充来当上门女婿 你去告诉他 让他搬到我们家里来住 为了让女儿重新开始 母亲也宠溺地给女儿买了车 而中慧开上车的第一件事 还是去打听田充的消息 大宽却还是守口如瓶 还骗中慧说 自己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中慧问起男友老家的地址 大宽也是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中慧希望有他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他 然后失落地离去 可是他前脚刚出大门 田充后脚就回来了 可恶的胖子 还是决定隐瞒真相 拆散这对鸳鸯 中慧也终于答应 去母亲的公司上班 一天的工作都是心不在焉 闺蜜为了帮他脱离痛苦 两人都来到夜店准备放松一下 可好巧不巧的 两人都以为自己失恋了 居然在夜店看到对方 起了一点争执就被掀开面具 田充刚要戴上 可中慧又一把揭开 直到一巴掌打下去 中慧揭开面具的那一刻 田充彻底慌了 中慧对田充的行为非常失望 自己一天到晚的惦记男友 可田充却在酒吧嗨过了头 这时损友大宽和闺蜜也感到 两人争吵最近一直联系不上对方 三两句就把大宽的所作所为 全部对质得清清楚楚 大宽听着两人的争吵 一看直里包不住火 就把自己的行为如实交代 小情侣一听事情的来龙去脉 顿时统一了战线 闺蜜也直言 大宽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随后又调转矛头指向田充 把中慧吃糖豆豆住院的事告诉了他 并生气地喊走大宽 两人也冰释浅贤 其实很多事只要说开了 就会发现如此简单 两人甜蜜地抱在一起 中慧也向男友说起 母亲已经同意两人的婚事 你妈 答应你嫁给我了 田充不知道此事有多开心 可听到唯一的条件就是倒插门 他一下又失落起来 在自己的老家 倒插门女婿就是受气包的代表 就算自己愿意 母亲那边恐怕会被村头磕瓜子的大妈们 一直说风凉话 中慧的母亲也堵死田充的后路 想娶她的女儿 倒插门这一关必须要过 一想到自己的病情 她也是无奈之举 女儿好不容易答应去公司上班 可现在为了帮男友不进行倒插门 她干脆偷偷宅在家里 母亲以不上班就扣工资为有 还威胁她迟到了 不管是谁都要扣工资 女儿说干脆把她开除了 这样两人都高兴 还催母亲赶紧上班 要不就扣工资 无论是谁 母亲被女儿说得哑口无言 她只好乘车找到田充 本来她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可架不住女儿一哭二闹三上表 希望女儿的付出能换回小伙一点诚意 答应去她的家里倒插门 以母亲对田充家庭情况的了解 本以为田充会高兴地答应下来 可田充却考虑到家里的老母亲 一旦自己倒插门 就会被村里人说她儿子吃软饭 她礼貌地站起身拒绝 因为在田充的计划中 自己挣了钱就要把母亲接到城市里生活 可丈母娘却认为不现实 现在就连她自己都自身难保 别说接过来一起住 就连买一处楼房都是奢望 而且现在田充还没有稳定工作 一起生活的想法更不现实 可身为独生子的田充 不想母亲因为她被戳几两股 然后拒绝了丈母娘的想法 尽管田充说话顶撞了丈母娘 可她也不像第一次见面那么苛刻 她的孝顺和考虑事情的成果 反而引起她对小伙子的刮目相看 但自己的病情让她很下心 为了女儿顺利继承家族企业 倒插门这件事也不准备松口 那阿姨 要是中慧也不同意我倒插门呢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田充 显然这不是她想要的回答 一气之下拿起背包就转身而去 原来母亲是急火攻心犯了病 直接跑到医院来求助 老同学一针下去 这才把魏红硬生生拉了回来 虽然暗恋自己多年的老同学 劝她接受治疗 可为了安排好家里的事 她还是希望老同学继续帮她隐瞒 因为女儿一天不接管公司大权 她就一刻也不能安心治疗 回到家里 魏红和老钟说起被田充拒绝的事 而老钟却提议直接从跟上入手 把田充的老娘摆平就大功告成 可母亲终究是托付给了错的人 眼前玩事不公的小伙子 正是中慧的堂弟中义 可中义转头就把倒插门的事 回家就告诉了勾心斗角的老妈 单纯的傻小子还以为老妈是一片好心 可一来到田充的家 老妈就开启了霍悉尼的模式 不光冷嘲热讽到插门的好处 还对舅舅的提问嗤之以鼻 让她这么一说 田充上门的兴致全变了 就是去伺候那个残疾的老丈人 老娘和舅舅一听 干脆下了逐克烈 两人临走前还出言不逊 让把带来的礼物全都喂狗 舅舅也提着所有礼品 一股脑地扔出门外 这是来提亲的 分明就是来花好事的 一想到回去 姑姑就要扒了她的皮 然后赶紧拿出手机 打开王者压压妊 舅舅为了确认外甥 不是找了个傻媳妇 插着腰就给田充打去电话 这姑娘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田充看了一眼 正在傻笑的女友 他没毛病 谁啊 舅舅的好心提醒 让田充犯了难 把两人同学 并且恋爱的关系交代 可他就还是委婉提醒 你记住 可怜的二姐直接就被惊得当场实话了 于是她搜的一声 就来公司找母亲心事问罪 母亲的自以为是让她很不爽 而母亲一笑 被女儿骂得像孙子一样 还没法不喜欢闺女 这一句话就把中会给整不回了 她直言这种母爱让她窒息 可母亲也是寒沙摄影地说了一句 快解脱了 没想到弟妹也充分发挥了不靠谱 彻底搅黄了这门轻视 她还是希望女儿能来公司上班 可女儿的不配合又让她心头一挤 把女儿赶走之后 她重重地摔在桌上 母亲想让她继承家里的公司 可她每天黏着正在创业的男友田聪 而且她不理解这种窒息的母爱 总是和家里动不动就吵架 田聪果断拒绝承认 实际在白天上班时间 未来岳父确实找到她 对于家里的两个女儿 老父亲也是操碎了心 女儿不愿去公司上班 就喜欢和她母亲对着干 而母亲一心想让女儿接手公司 可不去上班就无法接触家族起义 这也导致田聪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女友 可这边答应的话音刚落 终会想起男友还不知道 自己刚提了一辆小滴滴 于是一转眼 两人就开心地玩了起来 另一边在家里的两位老人 想起上次弟妹搞砸了提亲 出于自己理亏在先 这也意识到确实该邓门道歉 为了让田聪安心到插门 也为了让女儿安心接手公司 她们准备拿二十万的资金 用来补偿老人 这也是她们亮出自己最大的诚意 也许是上天安排 中母和田母就这样相见 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为了感谢田母指路 她提出要帮老人家干活 可刚开始下手就被划破了手 田母则表现出自己的时长 转头就在地里找到一株草药 也不管两人嫌弃的表情 直接就将草药包在中母手上 她指尖瞬间感受到凉凉的感觉 只夸老太太懂得多 而田母也觉得有愧于城里来的大妹子 提出去家里招待两人的建议 中母欣然答应 可她邀请老太太准备上车时 老太太一看车内干净如心 而自己一身的土 就婉言拒绝上车提 并主动在前面带路 感受到老太太的热情诚意 没准自己的是她可以帮得上忙 中母索性叫秘书开车跟在后面 而自己要跟着她一起走回去 一切似乎看起来非常顺利和谐 直到中母进到屋内 看到墙上挂满了田冲的奖状 又看到相片框里的照片 原来这就是田冲的家 而热情的老太太就是田冲的母亲 邻里相亲听说家里来了客人 舅舅的两只手都塞得满满当当 可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到客人被撵了出来 由于上次弟妹和傻侄子到访时的趾高气傲 让姐弟俩心有余悸 两人甚至不愿多听客人的一句话 就把来人拒之门外 中母无奈只能在车里等 这时正看见田冲舅舅出来 他第一时间过去谈话 并对上次弟妹的无理表达了歉意 中母费进口舌这才说通舅舅 两家人在这时 也都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向对方坦白 这才让老实巴交的田母松了口 看到老姐姐同意 中母也痛快地拿出银行卡 作为补偿郑重地交在田母手中 可正当田母拒绝 舅舅就表示自己带售 一把就抢过银行卡 两家亲家在村口拥抱告别 直到看见车子走远 田母表示只要儿子过得好 做母亲的也很高兴 田母从弟弟手里拿回银行卡 表示拼了老命 也要把这笔钱留给未来的孙子 可自从住进女友的家里 田冲因为吃面条的声音大 然后又不按照家规使用公款 中会小声提醒 他才反应过来 一系列不熟悉的流程 让他饭也没吃好 就在他想吃第二碗时 没了 早上吃好中午吃饱 而晚上要吃得少 这是家里一直保持的饮食习惯 田冲回到家里就泡了一碗面 胖子调侃是不是老丈人没管饭 可他说出老丈人的饭 是限量百分之后 大宽疑惑地问这又不是困难时期 这件事让胖子百思不得其解 两人布置结婚新房 老家舅舅打来电话 准备参加二人的婚礼 得知老家来人的田冲非常高兴 刚要准备出去订宾馆 哎哎哎 你真拿自己当外人 住在家里啊 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可岳母一听也觉得不合适 相比于农村的大操大半 城里一般都是安静的西式婚礼 这一番话下来 田冲刚准备妥协 可这时女儿从后面环抱住老妈 说自己向让婆婆过来住 岳母看女儿求情 但是也只是抬头说了一句 让田冲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一句含糊其词地回答 让田冲信以为真 于是母亲和舅舅凌晨三点 就连夜赶了过来 可二老一看太阳还没升起来 为了心疼两个孩子 让他们多睡一会 竟直接在车站等了起来 就是饿了也不敢去买东西填饱肚子 直到外面的天大亮 田冲才接到老母亲的电话 这才和钟慧匆忙赶到车站 看到眼前出落大方的女子 二老相见到了开心果 也就冒出了舅舅的精辟点评 抱上个小兔 就是长哥 几人乘车回到家里 田母的反应 就像儿子刚进到院子一样 得知儿媳的家里如此之大 他们更是开心的和不拢嘴 可一路上田冲却不怎么高兴 这是农村舅舅第一次 来到插门的侄子家里 可正当他感慨房子的富丽堂皇时 侄子却发来不满的声音 就在刚刚 两家亲家刚刚见完面 房主老钟吩咐保姆准备早点 可正当几人吃早点时 舅舅抱怨起溏心鸡蛋不合口味 这样是有营养 反正一辈子吃鸡蛋都没有营养 可母亲接下来说了句凑合吃吧 让田冲赶忙圆场 舅舅这是累了需要上楼休息 将舅舅带进卧室 田冲这才数落起舅舅的不适 起码在别人家里有点礼貌 要区别于村里的直言快语 随后看到舅舅眼里的血丝 你都一久没睡 你跑人家打架呢 吃个腕哈就连连 你是我外甥 我是你外甥 你这么吃个腕 可舅舅是个明眼人 一眼就看出丈母娘不是省油的灯 说完就准备上床休息 可他看到舅舅口袋里 调出来的两张车票才知道 二老是为了省点钱 坐了慢车凌晨三点就到了 只不过为了不打扰田冲休息 这才在车站等到八点 给他打去电话通知两人到了的消息 田冲将母亲接到为他准备的房间 正当母亲高兴地打量屋里的家居室 妈你到了干嘛不给我打电话 省了个钱给谁省啊 母亲一下就想到是舅舅通通报信 可听到母亲的回答 田冲责怪自己没让母亲想到福 反而受了一肚子委屈 见不得儿子流泪自责 母亲赶忙过去安慰田冲 可被田冲一把抱住 母亲也宠溺地对儿子说 田冲失落地回到婚房 可她刚坐在床边 女友就从后面一把抱住她 为了掩饰流出的泪水 她借口母亲对她的在乎超过了自己 而自己因为极度才流泪 这也让钟慧心疼地抱住眼前的小男人 并发下誓言 以后也会对她好的 钟母回到家里看到家里花园的状态 顿时血压飙升 原来她还不知道亲家母的到来 此时又听舅舅说把花园改成菜园 更是忍不住上前 大姐 哎 呀 舅舅 不过我现在还有些事情 我要忙 让我女儿陪你们一会儿吧 哎 于是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女婿 田冲被吓得不知所措 而到了晚饭时间 丈夫娘拿出一瓶白酒招待舅舅 可女儿吵闹着也要整两口 母亲却阴阳怪气起来 今天你表现得很没有教养了 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你在胡闹 那我 那行 那我不喝了 这一戏话让在座的几位非常便宜 可中复立马结果干大的话题 为两人的道来接风洗尘 这才缓解下来气氛 舅舅也口无遮拦 不停地说外甥小事后偷酒喝的丑事 田冲听到这里 为了堵住老人家的嘴感忙说 我喝 舅舅又拿起桌上的酒瓶打量起来 直言这酒不得九块九一瓶 一家人的表情各有不同 丈夫娘又阴阳怪气 这报价让舅舅喊起了家里的大黄鸭 随后丈母娘问起亲家 两人的婚事有没有什么想法 田母一摆手将大事全部交给她 既然已经敲定自己来做主 于是让女儿出去挑婚纱 可对婚纱的款式面料以及做工 都给出明确的指示 一切按照她的要求来定做 这一席话让姐弟俩有点不舒服 虽然儿子是倒插门 可做母亲的却不拿出一点诚意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然后就让弟弟把亲家给他的二十万 拿回给亲家母表示诚意 舅舅虽然内心拒绝 可还是听了老姐姐的话 可他正拿着银行卡走到书房门口时 却听到侄子和他丈母娘的谈话 原来田冲里解错了丈母娘的意思 当初让他自己看着办 是要他拒绝父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可现在却直接把二老接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在确认丈母娘的真实想法后 他只是闷着头不说话 可丈母娘却不依不饶 直言要田冲改一感乡下人的毛病 我们农村人怎么了 我们农村人有毛病 农村人还就改不了了 怎么了 这一下就激发田冲的自尊心 自己虽然是个倒插门 结婚这么大的是为什么不让亲妈过来 可丈母娘以结婚作为邀请 让她做出选择 请再说一遍 你们家这个倒插门我不做了 田冲出门正好看到舅舅 又接过他手中的银行卡 转身向屋内走去 阿姨再见 田冲 你给我站住 干脆和二位老人搬出来 而这个婚也铁了心不打算结了 另一边 是完婚纱到家的钟慧 不见未婚夫和家人的身影 她想到一定是这位高高在上的母亲 又说了不中听的话 自己的婚期将至 母亲也一直在后面把清水搅混 数落完母亲她给田冲打去电话 可田冲正在气头上 也不顾老母亲和舅舅的劝说 根本就不接听电话 反而拿起电话挂掉 这可急坏了钟慧 她来到大宽家里 得知田冲一家三口并没有来 可含糊其词的胖子说她也不知道 让钟慧一眼就看出她在撒谎 大宽也架不住钟慧这一闹道 不出意外地把田冲的位置告诉了她 田冲一开门看到是女友 于是干脆拾起性子 就在母亲刚要上前安慰钟慧时 被儿子一把拉了回去 可母亲还是上前 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她的好儿媳了 钟慧替母亲道了前 还替母亲找了个台阶 希望能求得婆家的原谅 田妈心疼儿媳 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到来才坏了好事 只要两个人过得好 自己明天一大早就回乡下老家 钟慧希望男友能说句话 可田冲只是闷闷地坐在那里 而另一边瘫痪的钟慧父亲 不顾自己老婆的劝说 一直坐在门口等女儿归来 几十年的夫妻 她很理解妻子为这个家的付出 可她却觉得这次是老婆的不适 眼前马上就到了女儿大婚的日子 可她还纠结在田冲身上的小问题上 母亲也没想到田冲做得如此决绝 现在她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希望可以做点什么用来挽回局面 怎么挽回 你自有办法 田冲已经在楼道和钟慧站了一个小时了 可无论女友和她描述婚纱有多漂亮 为她挑选的皮鞋寓意是百年好合 可她就是不说话 过了很久很久她才缓缓开口 丈母娘的步步紧逼 所有的无理条件她都忍了下来 可母亲和舅舅一来 岳母用鼻子看人的态度让她受到打击 再欺负人也没这么欺负的 钟慧提议先把婚结了 剩下的慢慢磨合 可田冲此时没有了结婚的念头 女儿回来向母亲说起 婚期也不能如期进行 这时母亲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的身份是商业大恶 所以女婿的行为举止 在她眼里自然容不下半粒沙子 一想到女儿准备嫁给自己瞧不上的人 她一万都不放心 可转过头来一想 女儿嫁给谁都不能让她放心 如今的她不敢多多奢求 只希望女儿能留在身边就心满意足 别看田冲母亲是农民出身 可面对亲家登门道歉 还是表现得非常实大体 她首先数落自己儿子的不是 随后看亲家母拿出那张银行卡 自己又再三拒绝 可嫁不住亲家母的诚意 两家人度过了开心的几天 他们看尽了城市的美景 体验了水乡的风情 很快就到了结婚前一天 张母娘此时的语气也软了下来 直言怕了眼前的闷后声 和中慧结婚后不光只能考虑自己 家里的所有亲人都要顾及到 明天就是女儿大婚的日子 她不想给爱女留下遗憾 于是她拿出一枚钻截 希望田冲能按她的要求 戴在女儿手上 我给她买了一个了 有这个好吗 那那个是我的一片心 可丈母娘却将戒指往前一推 也不管田冲在说什么 田冲拿着自己买的钻截 和丈母娘给到的一对比 石克拉的钻截在幽暗的环境 净晃得她眼睛都睁不开 庄严的教堂举行隆重的婚礼 田冲接过戒指温柔地戴在媳妇手上 丈母娘一看 我了个去 这也不是我给的那枚戒指啊 而另一边的母亲和舅舅 为了不让到插门的田冲丢了面子 打算一会拿出老家的大枣花生 还有提前准备的喜糖发给来宾 看到新娘顺利戴上戒指 姐弟俩开始分头行动 可在座的来宾却没一个人接受好意 踩着婚礼进行取的音符 田冲抱着媳妇走向婚车 直到众人拥挤着回到豪宅 母亲一把拦住舅舅 他们明白 是时候该离开了 直到田冲敬完茶 又接过红包 这才听保姆说母亲和舅舅早已离开 新婚小两口正在仔细端详 可接下来老公却说 要通过努力把戒指换成两斤的 这让媳妇引起了怀疑 原来身为上门女婿 她用本来不多的积蓄 再加上损有胖子的鼎力相助 才买到了这枚钻截 可在婚礼之前 丈母娘却拿出自己准备的 大一圈的钻戒给到女婿手上 并且认为田冲买的那颗太小了 而自己准备的这颗钻截 才不会委屈女儿 得知真相的终会来到爸妈房间 她理解母亲对自己的疼爱 可以这样的方式让田冲瞒着自己 她却不认同 既然选择了没钱的男人 她不会在乎物质上的充足 相信就算没有母亲给的戒指 她也一定会得到幸福 尽管女儿表达得很委婉 可母亲还是承受不住 踉呛着走去书房找药 可空空的药瓶让她越发紧张 于是她深夜给老同学打去电话 直到她强忍着剧痛服下药物 脸上才慢慢恢复血色 她拒绝老同学让她留院治疗的体移 坚持回到家 面对丈夫的疑问 她依旧选择隐瞒病情 自己只是出去透透气搪塞过去 可提到戒指的事 自己只是感觉到心寒 她的一片好心却被女婿破坏了 直到现在她还认为 田冲是一个小赌鸡肠的人 还在记恨自己怠慢了她的母亲 女儿的不理解也让她激进崩溃 随着老丈母娘的一生算你狠 自己和上门女婿的这场大战 才开始拉起帷幕 新婚之夜第二天 田冲就被丈人拦住 解铃还须记铃人 毕竟岳母是因为戒指的事才动了气 田冲也痛快答应下来 得到岳母让她进来的回答 田冲捏手捏脚地进屋厅后发落 可她刚一开口就被丈母娘打断 如今她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说服贪玩的女儿 趁早去公司上班接管业务 一家人的早餐时间 丈人一改婚前态度 直言女婿想吃什么 直接和保姆说 而且自己如果有手 可以自己做点想吃的 在吃的问题上 千万别亏了自己 这和以前丈人说的健康饮食 简直天差地别 看岳父松了口 田冲就想趁此机会讨好岳母 再给她来一碗粥 可岳母始终依负老灭绝的姿态 坚决不领女婿这个情 可就当田冲刚把手缩回去 媳妇却发出灵魂一击 老灭绝一看这好家伙 合着才一个晚上 这个家就把她自己孤立了 尽管礼拜天 她还是决定去公司加个班 看到丈母娘离开 田冲松了一口气 这也惹得岳父开怀大笑 新婚小两口逛夜市吃烧烤 可女婿接到丈母娘的任务 说服媳妇去公司上班 可终会一直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 于是她下一步计划 就是去度蜜月 两人玩到很晚才回家 可二位老人听说他们去了夜市 还吃了很多路边摊 母亲听完却泼了一盆冷水 妈吃坏肚子 她老在我高兴的时候撒我的心 谁让我是你妈呢 正当岳父让两人回去休息 终会拉住老公 两人站在原地使了半天眼色 最后还是终会开了口 妈 爸爸 我们想去度蜜月 母亲绝对不可能同意 她找了个过两天出差的理由 可出差和蜜月压根就没有冲突 女儿还不理解母亲的行为 可不管母亲怎么说 她就是一句话 我不去 你走了天才呢 就在田冲也准备跟出去时 岳母站起身 要她履行让女儿去上班的沉默 终会不知道危机到来 母亲已经身患重病十日不多 一直委托她的老同学瞒着家里 而公司最大的危机 就是弟妹 原来白天弟妹找上门 先商业互吹了一波穿搭 转头就想把儿子安排到公司上班 因为这个公司 有弟妹家里的三分之一资金 没等她想出拒绝的理由 弟妹就起身慌忙离去 这也是现在 她既不接受治疗 又不打算将病情告诉家里的原因 而终会也不是省油的灯 她居然想和丈夫来一场说走就走 可无论如何都叫不醒田冲 于是 两人找到一家酒店 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第二天前往海边城市 封完几天 钟会也在此时彻底放飞自我 第二天清晨 丈母娘一看夫妻俩早没了人影 开始担心起来 可老岳父却很平常心 你自己的女儿你还不清楚 不玩够了是不可能回来的 可她不知道 俩人用不了一天就得回来 原来就在填充订票时 遇到一位国际友人寻求帮助 看田冲懂一点法语 就把他拉到一旁的休息区 并给他讲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他不可思议地听着边来的故事 一顿忽悠才进入正体 没有护照就兑换不了钞票 出于同情心 田冲还主动拿出更多马内 帮助这个可怜的人 田冲和媳妇讲着歪过人的遭遇 而钟会也以为他做了好人好事 可听完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脑瓜子开始嗡嗡的 老公 你这位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就是现在 钟会接过那张废纸钉了很久 突然几下就扯得戏巴烂 你这个笨 这位母亲怀疑刚结婚的女 被新郎关拐跑了 于是打电话报警 可人员失踪不到24小时 她报警失败了 可接下来她看到两人 灰溜溜地跑回到家里 不是说你们都蜜月去了吗 田冲啊 怎么回事啊 钟会气的脸都绿了 丈母娘一问田冲 这才知道两人在外面吃了骨 钱被骗了 被一个法国人给骗了 丈母娘看起了热闹 她不心疼钱 这位法国骗子的行为 还渐渐让女儿自己跑回来 两人尴尬地坐在房间 正当田冲以为媳妇原谅自己 田冲只好乖乖坐在另一边 让我妈看了一天大的笑话 法国的朋友 田冲开始动之以情小之一里 本来老妈就不答应两人度蜜月 还整了个半夜潜逃 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两个人都要有事情可做 而不是宅在家里消耗时光 如果两人都事业有成 也让老妈放了心 那时候的日子不就是天天都是蜜月吗 这也让媳妇开始不能理解 老妈的挤兑 不光没换来老公的抱怨 反而帮她说起话来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就是妈妈给 我为什么要抱你 一家人吃完早餐 母亲刚要去公司 女儿也跟着站起来 说一会也要跟着去 这让老妈很震惊 女儿的突然乖巧 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于是她一高兴 又给她放了两天的假 让夫妻好好在家陪父亲 田冲这几天可算憋坏了 和大宽合伙开的公司去不成 所以她只能宅在家里 找出家里厨房的臭豆腐 包在馒头里吃 一天炫了十多个 丈母娘回家闻到臭豆腐味 臭豆腐 田冲就连晚上也偷偷跑到厨房 吃她的黑暗料理 不过被丈母娘当成贼一顿毒打 为了省点钱给丈母娘手洗毛衣 结果名牌毛衣洗成了儿童款 夫妻俩这天收到母亲在外应酬 不回来吃饭的消息 两口子决定把上次接待舅舅的 半瓶酒拿出来喝 自从母亲在家里颁布敬酒令 他们连酒味都闻不到 正当两人玩得起兴时 岳父也上来凑热闹 虽然之前母亲三令五身 不让父亲沾酒 可两人并不知道原因 于是迅速就把老爹也加入阵营 可回到家的母亲发现了不对劲 结果凑过去一文 然后掀开衣领看到脖子上的红斑 她彻底爆发了 上楼就指责开小两口 这是上门女婿第六百次挨仗母娘的骂 不知道你爸爸现在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她不能喝酒吗 妈 是我提议喝酒的 甜充度之道 你不知道吗 你爸爸要是一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原来小夫妻在晚餐时喝了点酒 酒香也引来了半瘫痪的父亲 于是也加入了女儿和女婿的阵营 可晚上老父亲就起了反应 钟慧担心地看着她脖子上的一片红 她一边着急地埋怨父亲 又一边担心地查看父亲的情况 而一向不去厨房的母亲 也熬了汤药端给父亲 直到看见父亲一勺一勺地把药喝完 再三确认没问题 钟慧也向母亲承认了错误 并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快回去睡去吧 过了一夜还好父亲没事 可老妈也没给女婿好脸色 直到田冲坐下 听丈母娘发号失恋 她要一天都待在家里照顾岳父 女儿也要正式去公司上班 说完公司基本情况 只给女儿丢下一句别迟到就匆匆出发 现在只剩保母和岳父三人在家 田冲包揽众活家务 推着岳父的轮椅66弯下下棋 可刚下完一盘棋 老丈人就看出田冲心不在焉 商界打拼多年的他一语道破女婿的想法 娘俩都出去工作 而女婿一个人在家陪着自己 所以心里憋得慌 田冲觉得不合适 因为她怕丈母娘的死亡凝视 再三确认没问题 田冲一边感谢一边走了出去 兄弟俩合伙的公司也出现问题 因为大宽不懂得和人交谈 马上就要黄了一单生意 幸亏田冲来得及时 发挥自己的才能 按照客户需求进行讲解 这才保住了订单 可这时在家的父亲突感不适 保姆纹生感爱 可她一个女孩力气小 能力有限 只好第一时间打给了母亲 而母亲也在公司找不到女儿的身影 只好自己回家 老中因为送医及时 这才化险为夷 而这些情况田冲都不知道 签完单送走客户 大宽才向她说出公司难处 自从田冲做了上门女婿 也打算将公司注销散伙 因为丈母娘家是大公司 迟早会把她带入自家企业 到时候她就顾不上兄弟公司了 等到田冲回到家 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她着急地给妻子打去电话 得到消息的中会也慌忙跑回家里 可不管两人怎么打电话 母亲一概都不接听 两人一直等到深夜 从媳妇回来开始 田冲就一直被谴责 而她也为自己的作为自责 直到听见外面的动静 看到父亲被护工背回来 两人刚要跟进去表达关心 可被丈母娘拦在门外 原来两人喝酒 也带上了半瘫痪的父亲 而第二天父亲就因为酒精重 直接被送去医院 而屋内的父亲也为女婿说情 事情已经出了 就不要再埋怨她了 而母亲也捏了一把冷汗 如果不是保姆及时发现 后果让她不敢想象 明明告诉田冲在家好好陪着父亲 可她随随便便就出去乱跑 可父亲还是为女婿说情 本来就是自己让她出去的 而且母女俩都有自己的事业 同样身为男人的她自然同情女婿 我们这家里是耍她吃还耍她喝呢 哎呀 话不能这么说嘛 父亲一摆手 进门前看到两个孩子吓得脸发白 就想把两人交进来看看自己的情况 也好让他们放心 丈母娘虽然不情愿 可还是去开了门 这才让两人进来 父亲看两人的面色还没改善 于是主动亮出过敏的脖子安慰两人 田冲看到脖子还有些泛红 立马自责起来 田冲 是我让你出去的 你干嘛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呢 母亲也是为这个家操碎心 不光是家里的事让她不省心 公司里也请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就是侄子忠义 对于公司利益 忠义是女儿中会的继承人对手 可对于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也让这位母亲毫无保留的疼爱侄子 她一把夺过忠义的手机 也不管她推到水晶还是泉水 直接将手机没收 可顽图子弟怎会轻易上了道 跟着婶婶的秘书来到自己的公位 又被塞到手里一大堆的资料 这些文件 希望能经历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你看他们 还不如看你呢 你叫什么 我叫刘烟 刘烟 刘烟 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就要拒绝弟弟的各种请求 可弟弟刚坐下就施展糖衣炮弹 直言要送给他一个乐于的包 让他瞬间就把自己的丈夫出卖了 原来中会近期的工作 都是田冲在家里帮忙整理的 可为了那个驴包 他还是让弟弟去找姐夫帮忙 这是丈母娘看不起上门女婿的第三十天 如今女儿过来求情 准备让丈夫出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可母亲就像一座山挡在面前 她一想起女婿在家里唯唯诺诺的样子 出去之后一定也不会有出息 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半身瘫痪的父亲 虽然家里有一个保姆 可毕竟力气活是保姆的短板 如果女婿愿意留在家里 她愿意支付工资给到女婿 可女儿一砸把嘴 老妈你这是格局小吗 以她家田冲的能力和才华 她信誓旦旦地举起一根手指 万一她拿不到呢 没有万一 只有一万 一万 我上哪儿都这么多钱 本来和兄弟合伙的公司刚起步 能维持收支平衡就算勉强了 媳妇吹出去的牛掰让她吓破了胆 可天真的媳妇却说 挣不了一万自己就垫到一万 这让田冲有话说 我就挣了几百块钱 让你下一个二九千块钱 有九千块钱 妈 这就是我老公公的一万块钱 交给你了 你亏不亏受不受了 对于这种接近于诈骗的行为 田冲是满口不答应 可自己的牛皮都吹到了天上 她就发挥女人的特色 田冲还要努力挣扎一下 可她突然停下 好不好 我这我这一万就一万 田冲出去上班的事 自然也被老两口津津乐道 可老丈人还是心疼女婿 希望老婆不要追得太紧 终会送老公去上班 可接下来终会却不走了 就想趁人少的时候甜蜜一下 田冲赶了好久都没赶走媳妇 于是就左顾右盼趁着没熟人的时候 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老公加油 损友大宽看到好兄弟居然来上班 半开玩笑地调侃道 田冲一本正经地说 从今天起她正式回归 还叫大宽别想着解散公司 经过兄弟两人一个月的艰苦奋斗 大宽也拿出两人的努力成语 一共两万 田冲高兴得不知所措 老婆让她给长长脸 如今成了现实 田冲乐得像个傻小 她首先给老婆打了电话 言语中尽是高兴和自豪 可正当她拿着工资准备回家交差时 老家的舅舅打来电话 原来舅舅和村里人做麻将生意失败 村里几个老哥们也翻脸不认人 如今张开血口大盆就要一万五 而且已经错过了最后日期 再不管这个舅舅可要出大事 得知外甥愿意帮忙堵这个窟窿 舅舅满口答应下不为例 田冲这才挂掉电话 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是光速吹牛被打脸的时刻 妻子自豪地向父母炫耀 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挣了两个达不溜 家里虽然条件非常优越 可一直被他们小瞧的女婿 能有这样的收入自然很欣慰 正当他说田冲在公司的种种不易 而丈夫也能脱颖而出事 田冲也正好回家 老丈人也高兴得不得了 都成大款了 快坐下来坐下来 可两人支支吾吾了半天 偏偏丈母娘也笑着 对她比了两根手指 她知道这不是丈母娘在跟她比业 这让田冲不知所措 随后一家人的表情由情转因 原来田冲确实拿到两万工资 可舅舅在老家闯了大火 还没午热就被舅舅拿走了一个半 所以说好的金额直接缩水到五千 可田冲不敢说明原因 只是一直瞒着 岳父听出女婿的男言之隐帮忙解围 直言女儿听错了 把公司的流水账听成了工资 此时母亲的表情异常难看 到了晚上 钟慧拿着凑出来的钱想糊弄老妈 可当时就被老妈一个白眼 她对钱已经不感兴趣 而且她一眼看出 女儿在帮田冲完成任务 我的就是她的呀 你的就是我的呀 乍一听没毛病 仔细一听更没毛病 这不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今女儿已经大婚 自己的心愿了了一大半 为了不让家人看出她在治疗 她也终于接受老同学的建议 实行损害稍小的放疗 可她没想到 尽管选择了相对伤害较小的 可还是让她疼痛男人 如今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 可她终究是个女人 就是悲在多的痛苦 此时心里也被现实狠狠地打击 老同学安慰眼前的女强人 为了家人和公司 独自一人面对病魔 光这一点就让老同学心生敬佩 母亲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家 吩咐保母无论谁回来 都不要打扰她休息 她现在实在是太累了 得知老伴回来的消息 老中轻轻推开门 看着老婆已经进入梦乡 可她总想着有点不对劲 母亲一觉睡到深夜十二点 此时快要虚拖的她靠在梳妆台边 可她突然看到枕头上掉落的头发 才明白老同学为了让她接受治疗骗了她 于是她第二天给老同学打去电话 比起让家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她宁愿放弃治疗 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女儿找到老妈 找了个理由要回家做标书 原因是公司太吵影响思路 可母亲不知道 她给女儿下达的任务 被她一张不剩的都交给了女婿填充 而女婿的才华都被女儿的作弊所掩盖 新婚小两口成天窝在家里不上班 这引起老妈的怀疑 不是两人约好了一起不上班的吧 猫在家里掏捏歪 中慧刚要反驳老妈的话难听 标书做好了 没呢 快了 母亲不知道的是 自己交给女儿做的标书 都是女婿填充在帮忙做 不知情的母亲下了命令 明天必须去公司做 不然不能回家 中慧听完赶忙 以写标书的理由回房间 为了不让媳妇住在公司 填充熬夜加班并拷贝到优盘 中慧也开心地抱住自己的盖世英雄 母亲对这份标书非常满意 她以为是秘书帮忙才有这样的效果 可秘书一口否定 自己还达不到这种水平 母亲很开心女儿有此才华 于是把这份文档设置为公司样本 以后都按照此类型制作 并用这份标书参加上海的招标会 而田充由于宅在家里一星期 为了帮老婆做标书 她已经很久没来公司了 她以为大宽在和客户洽谈业务 可她刚要放下背包 这地方办公环境非常不错 你也看见了 田充这才反应过来 兄弟大宽这是要把办公地点租出去 田充不可思议地问大宽什么意思 而大宽也不隐瞒 自从两人合作开公司 完全是因为田充是主心 可自打兄弟到中家当了上门女婿 公司的业务也是每况愈下 对于田充的作为 大宽并没有怨恨 因为近期帮老婆做任务 忽略了兄弟公司 田充为此很自责 正当大宽站起身安慰兄弟时 又来了一位看房的租客 而他的老婆不知道这件事 还在为丈夫和自己的母亲走后门 公司那么多外包设计 你让田充来做吗 可母亲担心女婿的团队缺乏经验 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客户不满意 而身后的父亲 也认为公司的事不该掺杂个人感情 爸 他们肯定行的 田充他能做出 他毕业的设计师拿过奖的 忠会差点说漏嘴 于是他跑去父亲面前 而父亲指了条明路 田充一定要经过公司的考核 才能把外包设计交给他 而田充也怕引起家里的怀疑 独自在大街转了很久才回到家 一进门就看见媳妇顶着抱枕 和父母正开心地下着棋 听着媳妇热情地介绍公司业务 又听爸妈准备去自己的公司考察 对此丈母娘还对他准备刮目相看 可他不想让家人知道公司已经丧火的事 田充 怎么了 你表个态呀 嗯 怎么了 你是不想借我们家的光 我是想用自己的能力 来做我自己的事情 于是拒绝了丈母娘公司抛来的订单 原来自己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 而核心业务订单 好兄弟也把握不住 田充就这样失业了 为了隐瞒这个真相 他只好拒绝丈母娘投来的橄榄枝 媳妇也是恨铁不成钢 本来这是一次向母亲展示自己的机会 可被丈夫就这样白白浪费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像我妈说的那样 怕占我们家的光啊 什么占光不占光 你别那么行 钟慧也以为是自己太着急 让老公表现自己 所以忽略了她的感受 为了不让媳妇再担心 她只好以自力更生为理由搪塞过去 很快就到了媳妇出差的这天 两口子依依不舍地用眼神道别 而在媳妇离开后的第二天 田冲就跑到大街上支了个牌面 还四处贴小广告 等回到家时更是深夜 这也引起了丈母娘的怀疑 刚刚和女儿通过电话 她并不知道女婿回来得很晚 于是田冲就以公司太忙 准备骗丈母娘 可丈母娘吃过的盐比她吃的米还多 一下就看出田冲在撒谎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丈母娘第二天就要对田冲的公司 进行突击检查 接到消息的田冲慌忙跑回公司楼下 这时刚好丈母娘从车上下来 田冲也顺利制造从公司出来的假象 可她就是拦住丈母娘不让上楼 这让丈母娘很不理解 自己已经准备到女婿的公司考察 可她每次都拒绝 于是便让田冲给一个合理的理由 没有理由 我们就是想做自己的事情 得到女婿这样的回答 母亲生气地转身上车 可到了晚饭时间 母亲突然感到不适 田冲要陪着母亲去医院 可她坚持自己身体没问题 就算去医院也是自己一个人去 可架不住一家人的劝说 为了不让家人怀疑 她只好跟着田冲往门口走去 好不容易在路边拦住车 母亲拿过田冲的手机 拨通了老同学的电话 现在田冲陪着我 我女婿陪着我呢 电话那边的老同学也明白她的意思 就是要帮她隐瞒病情 老同学接到电话后 也和同事打好招 病人来了不能进入肿瘤课看门 而是转到急诊 两人就这样被引到急诊室 而田冲则被请了出去 这也急坏了门外的田冲 过了好久房间都没有消息 只看到医护人员进进出出 母亲经过治疗一下就精神许多 她拜托老同学去向女婿解释 避免她胡乱猜疑 妈你没事啊 当然没事啊 你看我有事吗 总得开点药吧 拿那么多废话啊 回家走 你一定不敢相信 这位企业家女强人 居然有一个在街上贴销广告的女婿 而此刻她居然连二百的罚款都拿不出来 原来田冲和朋友创业失败 自尊心让她拒绝岳母家里的帮助 就在路边支个摊 然后四处贴一贴小广告 希望自己的设计才华 可以让自己渡过难关 可这位985毕业的高材生 还是没能逃过城管的危机 可田冲身上只有十几块钱 而且她信誓旦旦地表示下不为力 可工作人员看她一身名牌 不相信她连罚款都付不起 田冲只好拿出手机翻通讯路 如今妻子远在上海开招标会 她只好给好友大宽打去电话 可大宽手机却是关机 这个城市只剩下自己的丈母娘可以求助 她纠结了三秒 还是拨通了丈母娘的电话 呦 这不陈总吗 丈母娘是当地著名企业家 和城管也打了不少交道 可今天她不是来办业务的 工作人员还以为她又来办业务 热情地把这位大企业家邀请进屋 她是您公司的人 我们公司怎么敢用这样的一个人 把那个田冲叫过来 妈 陈总 她是你什么人啊 女婿 女婿啊 这让工作人员很不解 丈母娘也挂不住脸了 可听说女婿的罚金只有二百十 想挠一个人的表情确实挂不住 女婿每天在外忙到深夜 居然两百都拿不出来 在丈母娘的逼问下 田冲这才把公司倒闭的事情如实交代 这下真相大白 而丈母娘也庆幸没把公司的外包设计交给田冲 更怀疑起她的工作能力 但她不知道 女婿是因为帮女儿在家作弊 所以耽误了自己的公司业务 这才导致创业失败 如今她一言一语都像刀子一样划伤田冲的心 而田冲也是典型的闷葫芦 只是不停地道歉 很快就到了中慧回来的日子 如果不是那份完美的标书设计 他们公司根本不可能中调 两人回到公司也受到热烈欢迎 这回您高兴了吧 妈真的是替你高兴 中慧和丈夫分开半个月 此刻只想和丈夫分享喜悦 而母亲也痛快地答应了 可中慧一到公司 却只看到了大宽正在收拾东西 他这时才知道两人已经丧火了 丈夫失业后一个月妻子才知道 可导致丈夫失业的原因 竟然是为了帮妻子完成任务 这才耽误了自己公司的事情 导致丈夫和兄弟合伙的公司倒闭 中慧此时想把丈夫 给自己做标书的事情告诉老妈 可田冲却拦了下来 因为一旦公司里的人知道 标书并非出自妻子之手 这会导致她直接失去站稳脚跟的机会 何况丈母娘一直就不正眼看自己 就算把事情澄清 老妈也不会相信标书是女婿做的 相信了也会认为两口子何其火骗她 很快公司就接到第二单大业务 终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顺利弹下 钟经理 我们这个项目 就拜托你们了 在送走客户时 母亲看着日渐成熟的女儿 放心 准备把公司交给女儿 而设计工作自然落在田冲的肩上 可母亲路过门口 却听到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这是今儿 老公 你打算 什么时候开始啊 你怎么办 都要 母亲红着老脸就去父亲那里告状 不仅自己没能力挣钱 到了晚上还影响中会的工作 父亲也感慨年轻人 总得有自己的空间 可母亲不同意 让丈夫第二天给田冲提个醒 于是第二天两人分工 母亲做中会的工作 而父亲在门外做田冲的工作 田冲以为帮媳妇做设计的事 被老两口知道 什么事都得有一个雾啊 每到这个时候他就特别需要我 那你就该拒绝他呀 我拒绝不了 他挺难的 有什么难的 他压力大呀 两人彻底诧看话题 嘴上像是在说一件事 可心里都是另外一件事 而屋内的母女俩也是一样的情况 两人的对话也很快以中会的逃离告终 接下来的几天 田冲加急赶工 而中会则轻松许多 打电话约闺蜜一起逛街 回来时又遇到神出鬼没的老妈崔公 她拦住老妈准备看进城的想法 迅速跑回房间 可一进门就看到田冲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 原来田冲埋了的惊喜送给老婆 这份资料很快就有了成果 母亲带着成功的消息凯旋回家 她此时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将公司交给女儿打理 两人也计划好了旅行路线 会议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你妈从现在起正式退休了 可女儿一听要把公司交给自己 当时就被吓得站了起来 可以想到自己的作弊行为 没有丈夫是做不起来的 于是就请求田冲和他一起管理公司 父亲欣然同意 夫妻当管理公司他很放心 可母亲把脸一黑 女婿贴贴小广告 做点违法乱计的事还行 可管理公司这么大事 他断然不放心 中会见母亲依然不带见田冲 干脆坦白丈夫在背后帮忙的事 而且他还肯定地告诉老妈 如果没有田冲 那他在公司就是一个花瓶的角色 上门女婿的地位究竟有多卑微 有了孩子就不能跟自己的心 倒插门怎么了 倒插门哪 这孩子生下来得随娘的心 本来媳妇检查出已经怀有身孕 田冲非常高兴 不光主动打地铺保护娘俩 还在床头安装呼叫神器 因为自己睡觉睡得死 当你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如果你想我的话 这样比较缠绵一些 就连媳妇正要给闺蜜通电话报喜 田冲都要一把夺过来 表示手机有辐射 为了孩子好看 他不让媳妇看自己的脸 因为自己太吃藕 喝凉水也要拦着 田冲高兴地主动下厨 可丈母娘看了桌上的菜 得知女婿买的都是打折肉 而且全部都是小超市买的蔬菜食 母亲坚持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 而且菜要吃无公害蔬菜 这样吃了会对身体有害 可田冲反驳 一桌子菜都是高脂肪 在女婿老家都是这样的饮食 正当几人争执这一桌子菜食 终会看到满桌子都是他爱吃的 顿时食欲大开 可只吃了一口就开始了孕粉 第二天 田冲只好听丈母娘的话 可看到27块钱一两的西红柿 和68块钱半斤的番茄后 田冲直呼太贵了 于是他干脆回家 把丈母娘家里的花园改成菜园 只要自己不是非 种出来的菜就一定是无公害的 可丈母娘就俩自 扒了 晚上一家人和谐地坐在客厅聊男孩女孩 经过非科学判断 一家人一直认为终会怀的是男孩 如今孩子马上出生 也是到了起名字的时候了 田冲拿出两人近期的研究成果 一份名单 并开心又认真地宣读起来 我们认为最好的名字是 田子凯 田冲一下就明白了 他好像忘了自己上门女婿的身份 媳妇也在一旁帮他说话 希望这个孩子能跟随父亲 田冲刚要逃避就被岳父叫住 他希望女婿能松口 孩子能不能姓田 不可能 在田冲老家 孩子跟随母姓 当爹的就抬不起头 而且父亲去世的早 这孩子一跟了妈妈的姓 自家香火也就此断掉 可到插门的规矩丈母娘也不肯松口 他敢拿了我二十万块钱 不但让我买了你这个姓 还让我买了你这个人 妈 于是一句二十万就买了田冲的人和姓 彻底点燃双方激烈争吵的导火索 他愤怒地控诉到插门自己受到的不公 告诉你 孩子生下来就得姓周 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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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周姓天我都不要了 不过还好一切有惊无险 可夫妻两人架不住闺蜜和好兄弟 对两人身处环境的分析 直到回家后 两人经过简单商量 一致认为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于是第二天就做了这个惊人决定 可父亲知道后快被气疯了 就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 两人就胆敢擅自做主 不光是心疼孩子 他更心疼自己的女儿 而一向强势的母亲也终于软了下来 自己给女儿的压力太大了 此时的语气居然温和下来 因为他也想到自己时日不多 可两口子过激的行为 确实对老两口伤害极大 但比起女儿开心幸福 一切都不重要 生活很快回到镇口 田冲依旧在家里陪岳父 而岳母则把思想境界彻底打开 既然女儿说女婿有才华 干脆让田冲出去找工作证明给他看 得知自己可以出去找工作 田冲开心地像个90斤的胖子 可坏消息很快到来 漂泊在外的孩子 最怕接到老家打来的深夜电话 什么 我妈住院了 怎么回事啊 原来母亲突然生病 可是害怕昂贵的医药费要回家 所有人都劝不住倔强的老太太 而媳妇此时特别果断 决定两人现在就回老家看望母亲 你们明天一大早再动身吧 不行 田冲好 你们马上就走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要及时跟我们打电话 那爸我们走了吧 谢谢 放心吧 您看别慌 你干嘛去啊 我给他们送点钱去 可能因为自己的病情 母亲比任何人都看重生病 她把钱交到女儿手上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陷入沉思 可正当两人匆忙赶回老家时 却看到老母亲就像没事人一样 还讽刺大夫的遗述 不如田冲去世的老子留下的土方法 听闻小两口从城里回村 村长也发挥热情的本性 准备让两人在村里再办一场酒席 弥补左邻右舍没喝上喜酒的遗憾 咱们这冲啊 算是倒插门啊 会不会让村里人笑话呀 村长一听老嫂子的话 大呼这想法早就落伍了 现在不讲究这个了 如今母亲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 也高兴地答应下来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 不到半日所有东西全部准备齐全 可以提到结婚后的第一件事 自然就是孩子 钟慧也尴尬地应付着阿姨们的谈话 相比于两口子的西式婚礼 村里的气氛明显欢快很多 接下来的画面怕过不了沈 不给你们放了 两口子在众人的簇拥下 拜堂仪式也正式开始 非洲不能去 只因为女婿要去非洲深造 而自己却再三阻拦 可田冲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 现在只有丈母娘这光过不了 心里不免生出怨恨 原来丈母娘的公司出现财务危机 而在危难时刻 弟妹合力也每天赖在办公室里 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撤出公司 属于他们的30%股份 可母亲知道 如果答应合力撤股 公司就会像多米诺骨牌 到时候她交接给女儿的公司 就会不复存在 可这时老同学也带来坏消息 她的病情已经恶化 如今她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 而另一边女婿也凭着自己的能力 找到一家企业开始上班 很快她的潜力就被发掘 公司也很快位移重任 要去非洲进行为七亿年的工作深造 并且回国就是生殖加薪的待遇 于是女婿和丈母娘的误会越来越深 这天合力又来到公司 原来在嫂子和私人医生见面时 她捡到嫂子的诊断报告 并以此作为要挟 退掉自己在公司的股份 如果不得逞 会把诊断报告散播出去 母亲没办法 为了让公司能正常运行 使女儿顺利接手 她调集所有账面流动资金 和为结款向补弟妹这个大窟窿 直到弟妹目的达成 在出门前和老嫂子意味深长地说 你是中会的母亲 可我也是中意的母亲呢 公司的资金出现状况 母亲不可避免地又发病了 于是她强忍着疼痛准备去找老同学 可没想到女儿偷偷跟在后面 直到中会看到母亲上了老同学的车 这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误会 中会开始几天都不上班 只在家里陪着父亲 她觉得母亲亏欠父亲太多太多 只有她这个女儿可以弥补 可这事田冲也带回一个消息 公司委派她去非洲的计划提前了 两人震惊地看着母亲 田冲更是站起来斥责母亲 见不得自己好 她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女婿 眼神中没有了亲孽 更多透露的是欣赏和放心 可现在情况危急 她绝对不会放女婿去非洲 女儿也因为她和老同学的误会 对母亲有很大的成见 此时夫妻你一言我一语 合起来围攻母亲 直到深夜小两口还在怀疑母亲的行为 为了查出老同学的尾巴 田冲准备第二天去趟医院 果然在医院里看到两人的背影 田冲赶忙跟过去 可在门框上看到了刺眼的几个字 这才彻底傻了眼 沈辉和田冲说了实话 为了不让公司和家里生乱 母亲这才选择隐瞒病情 而且现在已经是乳腺癌晚期 田冲越听越激动 她终于明白母亲往常的反常 田冲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 她一把扯下沈医生的胸牌 正在破口大骂时 却听到母亲喊疼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女婿终于安静地坐在桌前 她也终于知道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 从第一次见面两人的尴尬 到最后母亲对田冲刮目相看 想到女儿没有妈妈的日子肯定会崩溃 而他们老夫妻创立下的心血 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母亲还是要求田冲保密 田冲此时已经泣不成声 母亲此时已经彻底接纳 田冲这个上门女婿成为自己的儿子 因为弟妹家里的撤资 公司很快出现危机 银行的信贷被拒 整个公司上下都勒紧裤腰带生活 身在农村的田母接到儿子的电话 决定将当初倾驾给的20万养老费 原封不动地退回 遇到来公司要债的老板 秘书也拿出自己的积蓄 帮老板堵起了窟窿 而此时丈夫也知道公司的不乐观 拿出豪宅的房本交给老婆 东拼西凑终于解除了基本危机 很快就到了中复的生日这天 田冲为了给父亲庆生 高高兴兴地准备一桌子饭菜 随后又现场一首《虫头再来》 几人正沉浸在欢声笑语 母亲也终于买回蛋糕 她一路从公司跑回来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几人赶忙将生日蛋糕布置好 几人点上烟花唱起生日歌 可正当几人幸福地围在一起时 就在几人送父亲去医院的路上 母亲又给老同学打去电话 这更引起中会的不满 有必要给他打电话吗 可走到一半发现前方修路 车子根本开不过去 田冲只好下来背着岳父祖 等待是漫长的 由于长时间坐在轮椅导致免疫力 加上因烧伤引发了感染 如今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 未爆炸的蛋糕简直闻所未闻 中会歇斯底里地吼着母亲 而父亲被炸伤 他第一时间又联系老同学 不免让中会开始怀疑母亲的阴谋论 女儿彻底和母亲决裂 吃饭时间他推着父亲生前用的轮椅摆在桌前 又将餐具整理好 仿佛父亲依旧坐在那里吃饭 母亲为父亲买了墓地 让女婿第二天帮忙去付款 北外还往西五百米 不去 没什么 便宜 可母亲劝说女儿 比现在的经济状况家里要靓丽而行 虽然不是最贵的 但目前挑选的地方确实是合适的 田冲家在两人中间确实难办 他一边稳住妻子的情绪 另一边表示自己会向朋友筹钱 将换目的的事情解决 母亲妥协 只要和丈夫埋在一起 他什么都可以接受 你为什么要跟我爸爸合葬呢 我不想将来上门的时候 还看见有个你 说什么呢你 中会非常疑惑 母亲的行为两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可为什么丈夫还是帮着母亲说话 现在这个家里信中的说了算 你是全家最糊涂的人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妈上医院 为什么要找沈叔是吗 田冲 田冲被气得说不出话 他不理解如今为何还要瞒着中会 大致安排好了所有事 母亲也决定住院治疗 田冲一直在医院和家里两头奔跑 如今看着女婿 丈母娘是越看越喜欢 她的实在和体贴已经让母亲确认 这就是自己的儿子并非是外姓女婿 田冲并非没有建议将情况告诉妻子 可母亲太疼爱女儿了 以至于自己的病情被女儿知道 怕她心疼所以依旧选择瞒着 可田冲快崩溃了 她马上就要承受不住所有压力 母亲说女婿现在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还叮嘱她一定不能倒下 两人强忍住泪水决堤 母亲也岔开话题 过几天公司还有招标会 如今有才华的女婿是最佳人选 而这场会议也关乎公司的生死存亡 田冲也痛快地答应下来 自从母亲消失在这个家里 女儿一点也不担心 为了减轻心理带来的痛苦 她一头扎进工作认真起来 可闺蜜两人逛街时 闺蜜的一句话提醒了钟慧 而钟慧也开始反思 觉得这件事越想越怪 而母亲听说女儿正在拼命工作 为了让女儿快点长大 她拒接了女儿打来的电话 两人在楼下已经等了三小时 可等来的却是秘书的通知 让两人再等一小时 田冲懵了 她不知道赵母娘在搞什么 赵母娘耐心地向女婿解释 这场拉车站的前因后果 对方无非就是给自己施加压力 然后压低成交价格 正当田冲一过 母亲就接到赵总打来的电话 可她开头第一句话 就是自己已经离开 而且已经约了其他老总进行洽谈 田冲在一旁急得直跺脚 我让我们公司新任的副总跟您谈 那好 谢谢 新任的副总在哪儿呢 你啊 我哪儿会谈啊 母亲斩钉截铁 按照公司的原报价 上浮20% 田冲只好硬着头皮上 等等 你得再挡在党上十分钟再上去谈 可接下来赵总看田冲市职场新任 赵总也打算改天亲自和陈总见面 田冲很坚定 陈总不跟你谈 现在只有我跟你谈 而且上涨25% 赵总很不高兴 25%也太过分了 菜市场买菜还得砍砍价 如今赵总咬死不松口 田冲一看彻底谈砸了 就要往初走 田冲记错了提高的利润点 反而阴差阳错的多出五个百分点 这相当于多了几十万的利润 下一站两人参加饭局 田冲为了给母亲省一点钱 于是借口自己吃素 推掉了昂贵的菜品 这也让母亲在饭后开始言传身教 如果其他老总知道自己公司的情况 公司的生意也会黄掉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田冲的历练正在肉眼可见地快速成长 很快就到了招标会的这天 母亲临到会场突然发病 此时她顾不了自己的安危 历生呵斥田冲担当起重任 去征服她 拿下工程 妈妈就在这儿等你 快去 现在母亲已经完全放心田冲 她相信儿子的办事能力 可轮到田冲上台介绍产品时 她还是慌了 不仅没切换自己公司的产品 还引来台下的阵阵嘲笑 此时她就像没有了主心骨 直到她在远处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和那个无比坚定的眼神 仿佛一根定海神真处在面前 让田冲彻底安下心 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首秀 母子两人披荆斩棘 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到家里 可一拉开门还是看到女儿冷着脸 就在昨晚一家人吃饭时 终会不顾母亲下的敬酒令 和丈夫准备庆祝自己签了一单生意 而母亲也对两人喝酒睁只眼闭只眼 她现在不想找女儿的不痛快 可田冲听媳妇说 这一单生意可以大转 自己震惊之余 回到房间看了一眼合同 就觉得不对劲 可妻子为了家族起业 早就被诱惑蒙蔽双眼 于是第二天田冲就拦住几人签单进城 原来经过一天的调查 好了七八个地方合适情况 都没有合同上所谓的项目 这明显就是一个骗子公司 女婿一番拯救公司的操作 让母亲很欣慰 她很放心把公司交给两人打理 在田冲的努力下 终会也答应和母亲的关系打算缓和一点 公司十周年庆典的这天 母亲为女婿整理好衣衫 和女儿结婚当天 她这个做妈妈的 没给女婿准备一身像样的西服 今天也算是补偿一下 她仔细地为女婿整理每一条褶皱 直到看着眼前闪闪发光的女婿 她好像看到丈夫年轻时的样子 母亲这时也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干嘛 按照我们家的规矩 谁当家 谁保管 密码是正会的生日 哦 那行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田冲此刻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母子俩也迈着自信的步伐进入会客厅 母亲站在台上看向一边的女儿 两人会心一笑 然后就宣读了女婿的任命 田冲也上台和母亲拥抱 可就在田冲讲话时 母亲却独自悄悄离开会场 消失在人群中 田冲站在台上侃侃而谈 完全没有了当初那个青涩少年模样 一番激动的演说引来全场掌声 可正当她再次邀请母亲上台时 却发现母亲早已不在现场 钟慧狠狠地扇了丈夫一巴掌 如今母亲已经完成心里的愿望 这才让田冲告诉自己所有事情 可这一切她都觉得太晚了 两人来到沈辉面前 为自己犯下的幼稚想法道了浅 而沈辉也为隐瞒病情这件事深感愧疚 沈叔叔 我妈住在哪个病房啊 你妈没住院呢 人去哪儿了呀 我们家也没有啊 啊 钟慧愧疚地站在父亲的墓地 她后悔自己不分青红皂白 就那样冤枉了母亲的用心良苦 可如今母亲身在何方 自己也全然不知 这天深夜 两人接到老家妈妈打来的电话 尽管田母答应钟母 不告诉两口子自己的行踪 可田母越想越不对劲 这才给儿子打去电话 亲家母啊 在我这儿呢 我找到了 两人连夜赶路往老家赶去 可尽管两人心夜兼程 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母亲只留下一封书信就又消失不见 钟慧独自蹲在墙角拆开书信 原来母亲将自己比喻成多年前 家里养的那只大花猫 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不想让家人担心 也不想弄脏自己的家 所以选择悄悄离开 而母亲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抱上两人的孩子 读到这里时 钟慧早已泣不成声 母亲果然说到做到 从此就再也没有没音讯 田忠 我们要个孩子吧 我们要个孩子吧 感谢观看